兽妇铁链锁女,乱伦435次生梁子 真是禽兽不如 高雄一名26岁少妇 从15岁起就遭亲生父亲性侵 10年来受害至少435次 甚至乱伦惨下一子一女 被害人气宿,国二开始遭到兽妇性侵 若反抗就被踹打 他怀孕产下男婴,却被父亲说是野种送走 国中毕业后他逃家 却被抓回来毒打乱剪头发 父亲又拿铁链,将他锁在房间内长达15天 他19岁嫁人后 受父静影闹到夫家威胁他 继续对他承受欲 他婴儿再产下一女 婚姻三年后告吹 他只得带女儿回老家住 直到前年他认识新男友 不愿再当性奴,跪地哭求父亲 他心灰意冷,才鼓起勇气包案 但受父却否认性侵 检方比对DNA,确认六岁女童是受父的乱伦骨肉 去年将证明受父起诉 然而法院开庭时 少父近翻供因不满父亲管胎严,才乱讲话 但何怡婷根据他先前指证历历 以及DNA比对结果,确认他所言不假 认定他十年来,产遭胜负性侵至少435次 痛批受父,因为女儿至亲至爱至性之人 竟成生命中最可怖的梦厌 昨天依以罪依罚,重判证明受父1458年 合并执行旧法最高刑度20年徒刑 行前需接受最长三年抢肢治疗 动新闻高雄报导